中期日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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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是中期日语的第44堂课 今天我们要学的是 タチマス 跟デキマス 的用法 那首先看一个例子 比如说 在车站附近 有了大楼 日语怎么说呢? 駅の近くに ビルが 立ちました 駅の近くに ビルが立ちました 所以が 立ちます 就是该好的意思 就是有了大楼 が立ちました 那该好日语 还有一个说法 が できます 那我们就看两个句子 好 在大阪 我家附近有了 超市 有了大楼 有了大楼 可以说 が立ちました 或者ができました 都可以唷 那就今天的课到这边 拜拜 バイバイ 有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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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